事实上豆茶文化最早是从唐宋时代就有的庶民文化 而现在台湾社会首摇茶饮文化相当受到年轻人们的喜爱 而为了推广台湾茶产业 瑞穗香农会特别举办第一届的武鹤豆茶王比赛 吸引12位豆茶室来参加竞赛精彩无人场 包括农粮署以及花改场也十分赞同支持 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办理 让台湾的茶产业更加生活化 第一比赛我们准备 3 2 1 由农会三巨头农粮署东区分署长徐辉飞 花改场秘书杨大吉等贵宾 共同持锤敲打有机酸干茶节目 第一届无客豆茶王比赛也正式开始 想要透过这一个方式 来大家能够更了解我们整个泡茶的一个方式 那也把我们这个茶叶的这个文化 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第一届豆茶王竞赛就吸引12位来自各界喜好茶的豆茶师来参赛 不仅是豆茶由于现场也开放民众票选最佳创意以及最佳一太奖 因此每位豆茶师不论是茶具 茶桌摆设到泡茶技巧都展现各自的风格 是一场美丽优雅却又绝无冷场的赛事 在首要茶饮风靡的现代 瑞瑟香农会也借由豆茶王比赛的举办 让台湾茶产业文化更触及普罗大众 让茶更生活化 不仅是农粮属县政府 花莲农改厂也高度肯定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茶做成明星化 怎么让大家对这个茶业的文化对有兴趣 我觉得这就是不管是我们农粮属或者是农会 或者是像我们的农友 茶盟在做这个叶子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 那很高兴这一次的第一届豆茶在这边出办 泡茶这种在年轻人的话 比较小一点 那这一次我都觉得真的是非常好 那就是要怎么样 要当作创意兴起的东西 让年轻一概也来喝茶 那我觉得喝茶越来越多 让我们产业说的只能继续越来越发展 第一届午喝豆茶王热闹登场 于不限年龄身份 因此除了专业评师茶农 更有家庭主妇或全家大小一起来报名参赛 现见各界也乐于将茶带入日常生活中 竞赛获得上级单位以及乡亲民众的热烈回响 农会除了是感谢各界的支持 未来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也将会继续办理 让更多人认识台湾茶 爱喝台湾茶 记者是玉兰对次采访报道